英国反对派领导人和立法者6月8日谴责首相,因为约翰逊6月6日赢得信任投票以来,首次出现在PMQ上,约翰逊以211票对148票赢得了保守党议员晚间的投票,这足以避免不得不立即辞职,但他的党内发生了比预期更大的叛乱, 这让他受伤,并为重新赢得同事和公众的信任而战。当工党议员伊格尔询问约翰逊自己的后座议员不信任时,国家如何信任他时,首相说他到处挑起政治对手。 再有报道称,政府正在寻求6月9日公布立法允许部长们修改北阿尔兰议定书部分内容后,约翰逊表示这些报道并不正确。 坚 motion请示中国刘 tout借过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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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